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文西小姐姐着演的《大唐豪放女》 夏文西小姐姐扮演的大唐才女于又威 风情诱人实在是美呆了 故事开始于一座道观中 一名身自曼妙的白衣女子 邪其侍女缓缓步入 一个人却拥挤的房间 白衣女子坐在团谱之上 由其侍女轻轻失去额山的香汉 好一副令人着迷的侍女图 这便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于又威和她的侍女绿翘 正在主播二人说话时一片喧闹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是一名男子闯入了房间 她竟然走向于又威 在她面前跪下苦苦哀求 这时一名衣着富贵的妇人 与那男子一样也跪在了于又威面前 通过这三人的对话 众人明白原来这于又威本是这男人李商人家的一名小妾 因此是才貌不甘屈居人下做他人附庸 故选择了入贯出家 画面一转成功摆脱李商人纠缠的于又威 此时郑酌一身道跑跪在道观主持的面前 听着主持的降会 当听到主持说道 不想再听关于于又威才女的传言时 于又威近乎贴在地上的脸上 浮现了一个自傲又不懈的微笑 可见这于又威终究不是一个踏实安分的女子 最终于又威的拜训礼 还是随着主持赐予她法号玄机 而看似平静的结束了 身为一个道观的女道士 每天必须要做的深情编试 未相课送经讲学 可这次讲学却有些不同 道姑们在屏风外送读 而香客却是在屏风内 由侍女们侍奉着方便 毫不滑稽 可师姐却无半分不满 还尚赶着去侍奉 于又威看着满脸封城的师姐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不屑的笑 这天晚上 于又威带着丫魂绿翘离开了道观 来到了一个司主鸟鸟的湖畔 于又威协同师姐华阳 与中风流公子一起饮酒玩乐 真是快活思神佳 于又威本以为这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玩乐 没想到就是在这次 她碰见了那个影响她一生的男人 于又威看着无波的湖面心思涌动 她脱下身上的外裙一头扎进水中 正当她玩得不易乐乎时 一柄长剑突然插入水中 于又威抬头浮出水面 一个相貌英俊的男人出现在她的眼前 于又威愣住了 她从未见过如此恐怖有力的男人 在男人的邀请下 她上了船 对方见她衣着不整 并贴心地拿出了自己的衣服给她穿上 男人介绍说自己叫做崔伯侯 其实两人出于礼节相距很远 随着交谈的不断进行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氛围也越来越暧昧 最后水到渠城般 两人发生了关系 事后崔伯侯在朋友的等待中离开了船舱 她与有人一起斩杀了奸臣独孤怀恩 夜间崔伯侯被以为于又威早已经离开了 却发现她仍然在一船中等着自己 崔伯侯很是高兴 在她的主动下 两人又发生了关系 自此之后 于又威经常跑出道观与崔伯侯相会 两人很是甜蜜 但是崔伯侯因生性浪漫 很快她便残忍地抛弃了于又威 只身一人闯荡江湖去了 经过这次于又威才发现 自己只知道这个男人名字叫做崔伯侯 是个游侠 只知道崔伯侯曾经有个心爱的姑娘 崔伯侯离开后 那个姑娘另嫁他人 后来因为不幸的婚姻自杀了 而崔伯侯为了给这个姑娘报仇 而杀了对方的丈夫 也认清了崔伯侯在两人欢好后 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现实 于又威心中惆怅万分 她又一次地回到了传道观 祈求祝池再次收自己为徒 祝池秉承真慈悲之心 再次收了于又威为徒 可于又威因着崔伯侯的灵 开始在悲痛万分 竟开始服用五十散 见她此状 侍女绿翘实在于心不忍开口相劝 没想到却被于又威 逼迫着喝下了五十散 绿翘躲闪不过 在于又威的诱惑下 同样是寂寞已久的两人 便在这个夜晚 在这个本应是神圣之地的道观中 发生了关系 不料两人之间的动静 被人告诉了祝池 祝池仍无可忍将于又威逐出了道观 于又威本就因催不吼的抛弃而悲受煎熬 如今又被祝池驱逐出道观 对她无疑是雪上加霜 自此于又威自甘堕落 沉迷于荒野享乐的生活 她搬进了船城里最著名的花柳相平康里 而残女的入住对于平康里的禁语来说 可是个不小的新闻 相对于外面的热闹 于又威这里却是分外的安静 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讯里 想着自己心中的那个男人 绿翘看着如此丁沉的小姐很是担忧 费尽心思找来于又威最喜欢的花喜 哄她开心 在于又威这一辈子中 得到过绿翘这般真心的相待 应该也算是她的幸运吧 随着于又威搬进平康里的消息不断传出 长安城内众多仰慕于又威财名之人 于夜间涌进了平康里 彻夜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而于又威也不愧于她财女的生命 虽然都是欢迎玩乐 但在她于又威这里男女平等 男人可以玩女人 女人照样也可以玩男人 在看向因仰慕她的财名而来的 龙心是家子弟永道士 虽身处着寻欢作乐之地 却是半分不染者其中之气 甚至还规劝于又威离开此地 于又威对此不过是冷嘲若讽 却不曾想 勇道士临开时留下了一大笔钱 看着勇道士留下的金块 又想起昨夜见到的勇道士的配件 于又威一早便携一事女 来到了勇道士的马场 看着在马上英姿撒爽的勇道士 她心思一动也加入了其中 并凭借出色的马术与球技 赢得了勇道士的极力称赞 于这寒暄过后 于又威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她虽身在风月场中 却从不依靠男人的施舍而活 虽然很感谢勇道士的好意 但她并不能接受这些钱 说吧便顺势拿起了勇道士的配件 像是转移话题 实则这才是于又威此行的真正目的 原来昨夜她便发现了勇道士的配件 与崔伯侯的配件均为同一人打造 她来这里只想知道这个住建师的信息 在得到勇道士的回复后 于又威即刻此行 马不停蹄地前往住建师的住所 在这里于又威向住建师 定了一对样式为男女相拥的配件 在回来的途中 她看着石斧遍野的道路 想着这到处抖水冰荒满乱 想着自己的爱人催不猴会在哪里 想着她会经历些什么 就这样想着想着 于又威不知不觉中便引回到了平康里 进入房间 看着睡得正香的绿桥 她躺在了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女孩的身边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互相给予对方温暖 这天后于又威变并额 是因为优思过重 也是因为欲众太多 永道是亲自问其伤爱 因不忍看一代才女 就这样过早的香肖欲允 出言劝其归隐 但于又威天性不羁又同时所爱 自是不愿如此 两人不欢而散 于又威回到平康里后 被邻居邀请去喝喜酒 原来是平康里的一名妓女相思要嫁人了 听着相思对丈夫的描述 她面容沉静 却不知她的内心 是不是也如她的表情 一般平静如水 经此一事 于又威的病情又加重了 这次她这里又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李商人 就是那个当初于又威 为身为妾的那户人家的老爷 李商人仍然对于又威念念不忘 她带来了许多礼物 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 可是于又威堂堂财女 怎可能愿意再次回到 那种屈居人下 靠男人供养的日子 所以她不留一丝余地的拒绝了 画面一转 争执佳节 平靠里街道 男人们吹罗打鼓 互相向对方身上泼水 欺负真是毫不热闹 于又威也在 是女的陪同下来到了这里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就在这时 一命女子闯入了男人群中 也向他们泼着水 如果忽略 女子裸露皮肤上的伤痕 这该是多么和谐的一幕啊 于又威看着这女子 实在于心不忍 便将女子带到身旁询问原因 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句 她要我白天做好女人 晚上做坏女人 越坏越好 说完就又疯疯癫癫地 跑向了人群 于又威还微从 这句话的冲击中回过神来 一对难民女人 就出现在人群中 她看着这些 为了生存而被迫卖身的姑娘 看着她们如同物品般的 被劳保脱光衣服 在大庭广众之下警察 真是多么的可悲 于又威心中难受 决定收留她们 她给她们烧热 使让她们洗澡 给她们吃饭 多么温馨美好的场景 而这一切 全都被闯进来的毛贼 孔孟武和她的手下打破 这些强盗辱杀文人 奸淫民女 在她们的逼迫下 于又威不得不与绿翘 在众人面前表演了 一场火春弓 就在这时 崔伯侯协同朋友魏伯 也就是给崔伯侯 注尽的师傅 及时赶到 经过一番激烈的缠斗 于又威被崔伯侯救下 而绿翘则被孔孟武挟持 正在将持时 于又威突然大吼一声 献了孔孟武的注意 说是持那是快 崔伯侯和魏伯一起挥刀 绿翘安忍无恙 而那些来避难的姑娘们 却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一夜 注定是一个不免之夜 第二天 绿翘收拾着昨晚的餐局 于又威与崔伯侯 就如同他们第一次见面一样谈心 但是这次 当崔伯侯求欢时 她拒绝了 于又威身为一代才女 尽管心悦于崔伯侯 却也做不来那种 男人照之急来 催之急去的事情 站在两人相望无言时 绿翘的一声通报 打破了僵局 是助见医师魏伯来了 原来 于又威在助见医师那里 定制的两把剑已经做好了 看着这两把剑 她很好奇 到底哪一把剑更加锋利 听到于又威的疑问 崔伯侯与卫伯两人相识 心思一通 随即便比顺了下来 于又威看着两人 激励而精彩的颤抖 很是兴奋 不自觉地跟随着两人的身影 不一会儿 两人停了下来 崔伯侯赞叹道 这绝对是卫伯 住的最好的一对剑 卫伯则回应 这是于又威 拜托自己给崔伯侯住的剑 于又威嘴硬并不承认 崔伯侯听到后并无言语 拿起剑扭身就走 这天夜里 于又威想着白天的事情 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 最后实在安纳不住 起身来到了崔伯侯的房间 可就要进门时 她意外撞见 从崔伯侯的房间出来的绿翘 原来是绿翘 想要崔伯侯给她一个归宿 于又威很是生气 她恨崔伯侯 恨崔伯侯影响了 她与绿翘之间的感情 她想要杀了崔伯侯 可是她也是爱崔伯侯的 剑就悬在崔伯侯的胸口 她迟迟下不了手 最后崔伯侯发现了 她狠狠地砍向门外的树 却不忍伤害于又威半分 最后于又威被崔伯侯 扔在院子里而高中 崔伯侯也再一次地离开了 尽管崔伯侯离开了 但于又威与绿翘之间 也回不到从前了 为了维持生存 于又威不得不开门接客 对于骄傲的她来说 这简直是秦齿大辱 而绿翘像传统女人一样的 有了结婚生子的想法 无疑是给了于又威更重的一击 对于她来说 绿翘的这种想法 是对自己赤裸裸的背叛 所以在情绪激动下 于又威杀了绿翘 她将绿翘埋在院子下 连同她自己一直珍视的 崔伯侯的头盔一起埋下 当有人问起绿翘时 她可以云淡风轻地说起 绿翘已经回乡下嫁人了 就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止终究包不住火 随着世界的推移 一次宴会上 由于浓烈的尸臭味 尸体被前来演奏的灵官发现 在被官府带走之时 勇道士依然选择了拔剑煜情 一代才女也沦为了阶下之穷 正午时分 城郊外 马蹄声响 面对着这关乎生命的大事 崔伯侯终究还是来了 她想要救于又威一起走 但于又威拒绝了 一个走过很多女人 不敢走过的路的女人 这一刻不想再走了 而这一个流浪过很久的人 此刻也不想独身 一个再流浪了 一代传奇才女 一代游侠 随着常见的落下 随终一起陨落 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这样一位如智羊般耀眼的奇女子 在那样的黑暗的社会中 无奈只能落得一个 降消欲远的下场 而勇道士和崔伯侯的殉情 也算是对于又威 悲惨阴生的问及吧 不得不说 夏文新小姐姐 在里面的半校 真的是美呆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啦